原标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年老婚会的汉武帝受到小人的挑唆 父子不可 紧接着就发生了惨绝人魂的乌骨之祸 魏子夫自杀 儿子刘居自杀 娘家人也受了牵连 连魏清这样的大将军 也不能够幸免于难 即便五骨之祸发生时 魏清早已死了 但还是被拉出来鞭尸 那么 汉武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首先 乌骨之祸发生时 汉武帝的年龄已经很大了 像大多数的老人一样 充满了危机感 不安全感 对身边的人全部都不信任 反而相信那些卑鄙小人 东汉哲学家 经学家桓坦 在自己的著作《桓子心论》中写道 汉武帝及利子 偷其南北太子 后听邪臣之见 魏后已忧死 太子出走灭亡 不知其处 信其五骨 多争会邪辟 求不及之方 大起公事 内捷福库 万一